好,那我们继续啊 那么讲了牛顿就要讲这个任务 叫莱普尼茨 莱普尼茨的生平呢,其实比牛顿要简单一点 莱普尼茨比牛顿小三岁 他是1646年出生在德国的一个学者家庭 这样就跟不像牛顿的父母是没什么文化的 莱普尼茨的爸爸就是莱比奇大学的哲学教授 但是呢,他父亲在他六岁时就去世了 莱普尼茨是由母亲抚养长大的 莱普尼茨是神童,八岁时候就能阅读拉丁文啊 看懂拉丁文啊 后来他是精通拉丁文,也懂希腊文 少年时代他已经读遍了这个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各种著作 15岁的时候呢 少年大学生就考进莱普尼茨大学学习哲学 他大学毕业的论文是论个体原则的形而上学真论 就不讲这个内容,你们看看他能写这样的文章啊 1666年,二十四岁的莱普尼茨希望得到博士学位 但是莱普尼茨大学以他太年轻为理由拒绝 莱普尼茨由此转到边上一个叫阿尔特多夫大学以法律论文 法学上的论文啊 论法律中的一些棘手案例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二十岁,他又是哲学又是法学 已经是很厉害的人物 那么在这之后呢 本来是莱普尼茨可以当大学教授的 他好像不太愿意 那么他拒绝了教授的职位 转而为欧洲诸国的宫廷服务 一生都被欧洲多个国家的君主雇佣 那么最主要的是《汉诺威》 1671年,26岁的莱普尼茨发表了他的这个物理学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 叫物理学性假说 他把这本书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是献给巴里科学院 第二部分是献给伦敦皇家学会 他其实想两边都拿个什么 我们今天讲院士吧 那时候就是学会的会员吧 从此莱普尼茨和欧洲其他学者有了广泛的通信联系 莱普尼茨的信件呢 也成为今天研究他的重要史料 莱普尼茨最初的雇主呢 是美英兹选帝后的宰相叫伯因堡南爵 莱普尼茨这段时间替南爵架的图书馆进行整理编幕工作 所以呢 莱普尼茨是个图书馆里学的学家 面对路易十四对欧洲各国的进攻之势呢 莱普尼茨向宰相提出了他的一个好办法 他说 这个办法我们中国春秋战国的时候也能看到啊 说让他促使巴黎去游说路易十四 不要打欧洲国家 去打埃及 这样的话来减轻欧洲驻国的压力 哎呀这个宰相觉得 哎 莱普尼茨你这个计谋非常好 所以呢 1672年莱普尼茨就做外交官来到巴黎 当然他游说路易十四去打埃及 好像也没游说成功 我们至少看到历史上 结果路易十四还是在进攻德国 没有去进攻埃及 莱普尼茨虽然身为外交官 到了巴黎以后呢 却很快接触到了巴黎科学院的那些重要科学家 惠根斯亲自教莱普尼茨解析几何 1642年帕斯卡发明了可以做加建法的机械计算机 1673年莱普尼茨在此基础上发明了可以做成除法的机械计算机 我可能说错了是成法 不能做除法 请做成法啊 他带着这个发明前往伦敦展示 所以被伦敦皇家学会选为外籍会员 莱普尼茨一直想做法国巴黎科学院的这个会员 一直没成功 因为他一直在巴黎嘛 结果巴黎没有让他做会员 他反而变成了这个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 所以你看这段时间他是去过英国的啊 这段时间才二十来岁的莱普尼茨的发明 还有空气压缩机、潜水艇、物业加级等等 莱普尼茨很聪明的发明各种各样的小东西 那么也是因为这段时间里他开始思考数学问题 产生了微积分的想法 1676年他的雇主去世而失业了 雇主他那个宰相死了 所以呢他必须返回德国再找工作 不过在返回途中呢是路过荷兰 住在斯宾诺莎家里向斯宾诺莎学习哲学 哎呀你要看完这段 我觉得莱普尼茨其实比牛顿厉害得多啊 你们看啊 好 1676年返回德国以后呢 莱普尼茨被汉诺威选帝后雇佣 成为他的图书馆馆长 还要整理国家大案 1679年起他花费大量的时间 在那边一座矿山里面工作 希望自己的各项方面能够用在矿山上 并由此获得资金来建立他理想中的学会 编撰一本包含全部知识的百科全书 莱普尼茨在矿山的工作 如同牛顿在炼金书上的工作一样 厚费了他大量的时间经历 却没有得到什么成果 这个矿山也没有给他赚钱 反正他用的那些发明也没有能够搞成功 不过后来莱普尼茨发表了他研究矿石的论文 因此我们莱普尼茨还是最早的地质学家 汉能威选帝后呢 希望莱普尼茨为他们这个家族 这个叫贵尔夫家族 这个家族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这个家族以前欧洲好多 欧洲这些婚姻关系嘛 各种负担 在意大利啊在德国到处都有这个家族的什么奋丰 也当过好几个神圣罗马皇帝 所以汉能威选帝后呢 希望莱普尼茨为自己的家族写一部史书 反正付钱给他的嘛 莱普尼茨就找到机会了 他说我要去收集史料啊 所以他游历欧洲许多地方收集大量的史料整理研究 所以莱普尼茨又是历史学家 这个比牛顿研究那个圣经的历史实在下研究 他这个可是一本正经的历史学家 好 1700年莱普尼茨受到邀请前往柏林 创立了柏林科学院 他虽然没有能够成为法国科学院的演示 你们不收我是吧 我自己再去创立一个学院 接下来神圣罗马皇帝和俄罗斯的那个沙皇彼得一世 都请他去创立创办维也纳和圣彼得堡的学院 不过这两个学院呢 至少在莱普尼茨活着的时候呢 还没创立 俄罗斯的学院是等莱普尼茨死了以后 俄罗斯才创立成功了 莱普尼茨被欧洲取多国雇佣做事 当然也引起了老雇主汉诺威选帝后的不满 他们抱怨他我们给你给的报酬最多 但是莱普尼茨最终还是没有能够完成他们家族的这本历史书 当然莱普尼茨收集了很多资料啊 莱普尼茨经常穿梭于欧洲各地 他改装马车 以使得自己能够在马车上写书工作 莱普尼茨那个时代没有笔记本电脑 对吧 如果有笔记本电脑 莱普尼茨肯定就在 那时候有笔记本的还有马车 他肯定坐着高铁 整天在写他在高铁里面研究他的学问 莱普尼茨不像那个牛顿 牛顿可是安定的前面几十年 虽然跟胡克吵架搞得很不开心 虽然自己研究到最后脑子都研究出问题来了 但是好歹是有个安定的环境 整天在研究他的炼金书啊什么的 莱普尼茨到处跑 莱普尼茨我们讲啊 他是个伟大的发明家 数学家、哲学家、物理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等等的 莱普尼茨在法学家可是当时有没有 当时欧洲面临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王位继承的问题 很多国家都要请莱普尼茨来判断 我们这个国家到底谁该继承王位 法律上到底说是谁 那时候什么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啊 什么英国、法国这种事情 莱普尼茨都有过一腿 当然莱普尼茨这种也是政治上的 他一般帮汉诺威 他会帮汉诺威的 因为他汉诺威共爵雇佇雇佣他的嘛 所以他总是站在汉诺威共爵那个立场上 不会站在敌对的立场上 那么进入二十世纪后呢 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以及计算机科学的发展 人们重新审视莱普尼茨史宏观、单字理论 以及符号逻辑和二进次数学 对他的评价是二十世纪以后是越来越高 如果你们看马克思那个时代 再往前,福尔泰、卢梭那个时代 对莱普尼茨评价真的不高 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 量子力学出来以后 马上人家想到 相对论我等会会讲的 莱普尼茨的时空观 他的单字理论 你发现这个人几百年前 就能把这些信给想明白了 能够想出来 这是很超越前面一个时代的 你们想想牛顿那个时空观 大家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莱普尼茨是反对牛顿的 我等会会讲的 福尔泰是讽刺莱普尼茨 说莱普尼茨只会整天琢磨那些东西 你看牛顿那个理论多好 但是其实到了二十世纪以后 你回过头来再去看 还是莱普尼茨厉害 至于那个符号逻辑二进制 都是莱普尼茨发明的 我们现在是计算机时代 如果讲计算机时代 真正的 我们凡事都要追溯到古希腊嘛 如果讲信息科学真正的最初的第一个人物 就一直莱普尼茨 他发明了符号逻辑 发明了两进制 所以对他评价越来越高 莱普尼茨一生著作很多 但是没有一本明确的比较完整的 哲学或者其他科学的著作 今天要通过整理他的著作 以及同别人的境界 来了解他的想法 那么关于莱普尼茨的哲学呢 现在在中国有几本书有中一本的 有一本叫《单子论》 我等会会解释什么叫单子的啊 还有《人类理智心论》 这是针对洛克的《人类理智论》的一本书 是关于认识论 还有很有名的 《莱普尼茨与克拉克的书信论战集》 克拉克是个英国科学家 莱普尼茨跟他之间 其实克拉克是代表牛顿的 牛顿已经不想跟莱普尼茨吵了 莱普尼茨跟克拉克之间来回几封信 讨论了宇宙和时空观 这个你去看看太现代了 这些人怎么能够 简直就是 你觉得爱因斯坦其实也就是不过如此了 这么说大家明白吧 好 所以呢 我现在就要开始介绍莱普尼茨的哲学 包括他的文学 那么以前有朋友也讲了 这个余老师 余类很不容易啊 讲迪卡尔、讲斯宾那莎 讲哲学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那么莱普尼茨哲学比他们更难 想想后面还有康德还有黑格尔更难 所以呢 我这些全是我自己学的 我今天这个视频如果放到网上 大家觉得我讲错了 请告诉我 或者我讲的不妥当的不对的 因为这个东西很深奥 我也觉得很深奥 我也是花了很大的努力 看了好多年书 才算稍微有一点点理解啊 只能这样说 所以我就把我的理解 顺着一个逻辑讲一下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 反正特别是哲学系的朋友啊 能够批评指正了 好 莱布尼茨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啊 当然我是这个都是经过整理的 莱布尼茨首先想到的是人类思想的符号系统 他说所有的命题都是或者可以还原为主位形式 什么叫主位形式 树叶是绿色的 这个里面 这句话里面主词是树叶 谓语是是绿色的 这个以后没问题 所以通过这个办法可以建立一种符号逻辑 A 他用这个符号 A下面加个圈子加 代表A和B两种概念的组合 莱布尼茨的梦想是要定义一种 朴实的精确的无奇异的表达思想的符号系统 只要能够语义有精确的定义 就能够表述真理 进而能够解决分歧 莱布尼茨曾经有一个伟大的政治理想 因为当时欧洲嘛 新教跟天主教为了这个战争很厉害 他觉得你们很多问题的草 其实你们的观点是相同的 只不过你们用不同的语言表达 所以产生问题 还要引发战争 所以他认为 这些分歧原本都只是语义上的分歧 可以通过它的符号系统解决 由此甚至可以促成世界和平 因为莱布尼茨是这么想的 我们都是程序员在办公室里面讨论问题 我以前也发生过 我跟另外一个人吵了老半天 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这样的 他认为应该是那样的 吵完以后我们回过头去想 原来我的意思和他的意思是完全相同的 只不过我们两个人的讲法不一样而已 结果吵了老半天 莱布尼茨就想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要通过符号逻辑 把所有的语义还原成为主位形式 那么当然他一生也没有能把这个问题做完 他曾经想编撰一部 包含所有知识的百科全书 把所有的单词、名词都精确的定义一下 结果当然这个事情最终也没有 今天也完成不了 我们没有一本书可以做到这个 由此莱布尼茨第一次尝试符号逻辑和数学计算之间的建立起关系 他最早他想用A加B、A减B这种 用加减乘出这种算法来表达逻辑关系 莱布尼茨做出了尝试 这个尝试一直到1848年有一个乔治·布尔发表 《逻辑的数学分析》这本书 那么从此建立起真正的布尔代数 那么这个布尔这个人把自己的名字 他的名字叫B-O-O-L-E 这个名字后来大概 我们不知道西方语言的这个词跟什么意思啊 留在了今天所有的计算机程序中 每一个程序员都知道这个 这个是个人名 其实布尔是发展了这个莱布尼茨的这个逻辑思想 也由于研究这个 莱布尼茨希望把所有的加减成熟做最基本的简化的时候 莱布尼茨想到了第一次想到了 莱布尼茨在研究符号计算的时候 第一次想到了二进制 并且认为二进制才是最基本的数学计算 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二进制的人是莱布尼茨 在中国有个流传广播的的时候 我小说就听说 莱布尼茨是看到中国人的八卦以后才想到二进制的 那么莱布尼茨确实研究过中国的历史和哲学 也知道周一八卦 但是我们从今天来看 那是他在发明二进制很久以后他才看到的 当时有一个从中国返回到欧洲的传教士 给莱布尼茨看到了八卦 这时候莱布尼茨意识到 他觉得八卦跟我的二进制是一个意思 所以莱布尼茨研究中国历史以后 产生莱布尼茨有专门关于中国历史的论文 他产生了一个很奇特的想法 他对中国历史这个我没想 他认为他看到的是清朝的中国人 他觉得中国人的知识水平已经远远比不上欧洲人了 是不是这样 他认为中国在三代以前 就是夏商周的时候 所有的这种知识中国人已经有了 他当然并不知道中国历史 但那时候还不知道古埃及的历史 他以为中国最古老了 中国的古代什么知识都有了 只是后来什么秦始皇焚世困如 把中国的知识全都毁掉了 周一八卦就是古代流传下来的知识里面的很小一部分 也反映出中国古代曾经什么中国人 可能是秦朝以前中国人什么都懂 所以他当时写了 要让中国人信仰基督教 最好办法就是发掘出中国古代的这些知识 这样中国人就能认识到真理 基督教中国人本来也应该信基督教的 因为基督教是真理嘛 中国人夏商周以前肯定也是信基督教的 只不过后来他们自己不知道了 莱布尼兹写过这样的书啊 好 莱布尼兹虽然发明了陈法计算机 但并没有想到陈旭 莱布尼兹的整个思路里面没有想过编程 陈旭这个事情是第一个陈旭处理的 大大有名的女数学家 我们程序员的 不是祖师爷吧 祖师娘是吧 叫Eda 是一个英国女数学家叫Eda 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名字 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 在1830年还是1820年写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段程序 中国还是道光皇帝的时候 人家写下了第一段程序 那个人叫Eda 好了 回过头来讲哲学 他说真正的命题 什么叫真命题 什么叫真命题 什么叫假命题 大家都知道了 真命题就是对的命题 真命题只有那么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他说同一性陈族A等于A 没有问题吧 第二种叫分析命题 没有头发的人是tudin 没有头发的人是tudin 三角形有三条边 这种命题其实与E是相同的 因为tudu的定义就是没有头发的人 三角形的定义就是三条边 这一和二两种命题都是 同一性陈族和分析命题 都基于一个同一性陈族而已 只要搞清楚每个名字的精确的定义 这个真命题就出来了 第三种的 是复杂的甚至是无限的分析命题 他说凯撒死于公元前44年 看起来不是一个分析的命题 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 无法用凯撒的定义 你通过逻辑数学推导得出 前面这些东西啊 通过定义 再加上他所说的符号逻辑 能够推导出来 莱布尼兹认为 这是个复杂的分析命题 只要对凯撒 公元前44年死 这些概念进行精确定义 就能够得到 就能够通过分析方法得到这个结论 只要这几个你怎么定义 精确定义凯撒呢 你怎么精确定义公元前44年 精确定义啊 你怎么精确定义死呢 只是凯撒这样的概念 精确定义极其复杂而已 理解了吧 所以所有的命题 全宇宙的真理就是无限分析的命题 只有上帝才能明白 这一点我以后要讲康德哲学 康德提出了就是那个先天综合判断怎么可能 就是世界上存在的不是分析的命题 并且也是先天存在的命题 康德提出过这么一个问题 而这些东西是数学物理学的基本规律 莱布尼兹没有想到这一点 莱布尼兹认为 所有的命题都归根结底是分析命题 并且最终 当然他用一句话搪塞过去了 就变成无限的分析命题了 我们是搞不明白了 只有上帝搞得明白了 还有真理有两种 一种叫必然的真理 一种叫偶然的真理 二加二等于四 无论世界怎样都是真理 这个其实到后面叫先天的 就是康德所说的先天的命题 偶然真理是通过偶然情况 世界也可以成为别样的世界 这个偶然真理他认为是上帝的意思 凯撒可以死于公元前44年 也可以死于公元前45年 布鲁兔刺杀凯撒发生在公元前45年 如果布鲁兔提前两年刺杀凯撒 那么凯撒就死于公元前42年 这两种情况恐怕对罗马帝国的历史 对人类文明没有太大的区别 那么为什么凯撒是死于公元前40年 那是上帝一致 只是这样他用这个说法 好了 各位的这个抽象思维怎么样 现在我马上要过渡到这个 刚之前讲的迪卡尔的 莱布尼兹的斯宾诺萨的这个 关于实体的理论 不能成为其他主词位语的主词所处的对象才是实体 因为实体是独立存在的 我们讲按照最早那个亚里士多德的理解 这个作词是实体 不是作词是实体 还记得吧 不能成为其他主词的位语的主词 桌子的对象才是实体 理解了吧 理解了啊 通过全部的位词就能精确定义一个实体 是不是这样 由此我们知道实体这个完全的概念 正确描述一个实体就是把实体所包含的全部描述出来 也不可能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实体 不然它们就是同一个实体 对还是不对 还是他的思路啊 我们不管讲他对不对 他的思路就要下来了 我讲讲我个人的理解 莱布尼兹的实体概念 其实更接近亚里士多德的概念 与笛卡尔斯的实体概念 那斯宾多德其实不太一样 如果我们简单的通俗的去讲 笛卡尔是二元人 有两个实体 斯宾多德只有一个实体 那莱布尼兹就有无限多个实体 好 但是与亚里士多德不同的是 莱布尼兹将实体进一步 抽象成了他所称的单子 并且并非我们人类所看到的具体制服 我下面会详细秒数的 莱布尼兹的实体不是这个桌子 是单子 所以我觉得莱布尼兹的点很好 因为他这个原因 所以他另外给他的实体起了一个名字 叫单子 他既不使用原子 也不使用实体 避免跟古代的哲学概念进行混淆 好 那么要稍微讲一下偶然真人的实体 任何事情都要有充足旅游 叫充足旅游率 所以任何偶然真理都能从宇宙的最早状态推演出来 如果宇宙的实体是无限久的 则偶然真理的证明是无限长的 明白吧 上帝创造了最佳的自然法则 在所有可能的事件中选择了最好的世界 这是个公 所有可能的事件中选择 听过就算了 这也没办法证明了 好 我怎么单字理论没有了 往后会讲到的 好 时空理论 笛卡尔说过了 广延是物质的属性 记得这些吗 莱布尼兹说 不对 广延不是物质的唯一属性 广延就是空间尺度啊 描述一个实体怎么可以用 只用空间尺度呢 肯定它还有质量 我们今天还要知道还有电量 还有颜色 各种各样的属性 它反对万有引力 因为超级作用反对万有引力 所以莱布尼兹还是支持以太漩涡理论了 原子应该是空间中数学上没有维度的点 时空是物质的关系系统 时空不独立于物质 这句话是莱布尼兹自己说的 在全部的数学的严格意义上 运动只不过是一个物体相对另外一个物体的位置变化 因此运动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 它只能存在于关系之中 我们读完这句话以后发现这是爱因斯坦说的 这就是相对论的时空观 莱布尼兹就这么认为的 莱布尼兹的时空观相当先进 与今天的物理学的时空观基本上相同的 但是莱布尼兹的时空观却是来自他的哲学思考 莱布尼兹怎么得到这么一个时空观呢 我们再看一下 为什么绝对时空是不可能的 莱布尼兹通过两种哲学的方法 很中世纪的哲学方法给予证明了 第一种叫充足理由律 一切存在的事物必须有存在的其充足理由 宇宙有可能被更早的创造 或者在空间中别的地方创造 这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绝对时空是不可能的 这句话理解了吗 绝对时空无穷大 空空荡荡 时间是无穷的长 有无限的以前无限的以后 那么上帝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某一个恰当的点创造世界呢 如果是绝对时空就没有理由了 所以世界必然是有一个特殊的起点 空间也必然有个特殊的位置 这是哲学上的思辨 不是我们现代物理学的这个讲法 但是你想通过这个 他认为绝对时空是不可能的 下面一个叫实体的统一性的证明 绝对空境中的点和空无一注是不可分辨的 违反了统一性的原则 世界上没有两个相同的东西 绝对时空下 我们地球太阳所存在的这个位置 跟空间 跟绝对时空是没有关系的 绝对时空就是个空空荡荡的空间 那么这边一个点和这边一个点是统一性的 而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东西 所以绝对时空也是不存在的 你们去找莱布尼兹跟克拉克的论战机里面 他有这个东西的 怎么证明 他是通过这种方法证明的 所以后来福尔泰这种人就讽刺莱布尼兹 你就搞折腾这些东西 人家牛顿又是歪于引力的 又是什么定律 又可以制造出 你就凭你脑袋去想这些东西 而且来骂牛顿说牛顿是不对的 那福尔泰就嘲讽莱布尼兹 但是话说回来 你到20世纪你回过头来看 还是莱布尼兹居然是对的 我们今天的相对论就是使用这么一个时空观 好 接下去他又提出单子 世界上真实存在的东西是单子 单子是什么东西 我也花了好久仔细看了好多书 很多中国的书上都没有讲明白什么单子 我以前最早看的是大学里面的那种哲学教科书 都是糊里糊涂就讲过去了 我估计他们写这个书的人也没搞明白单子是什么东西 我是花了很多精力去研究 当然我也可能没搞明白啊 我只是把我所理解的讲出来 从上帝的角度 单子是一种客观存在 而人类的角度 整个世界都是单子的影子 影子意思是我用的 用以通俗说明这个单子的含义 为什么这么说 还记得我讲过柏拉图洞穴的假说吗 我们假如说都被绑上 只能看到洞里面的墙壁 别的东西我们都看不到 外面的太阳光照进来 我们所能看到的世界就是我们的影子 我们晃来晃去都是影子 我们因为看不到别的东西 我们只能看到影子 所以我们理解的客观的世界就是这个影子的世界 我们并不知道自己这个人的脑袋 我们看不见你也看不到 我只看到你的影子 对吧 柏拉图是这么说的 我学过 我于雷学过理论物理学 理论物理学里面有一门课叫固体物理 固体物理是研究晶体结构物质结构的晶体结构的 那么当然我们就比如说路化纳晶体 我们可以研嘛研究路化纳 可以排成一个方格子 那么我们研究数学嘛 我们就要列出个方程来表述这种方格子 那么当固体物理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通过数学方程来表达的 所以在固体物理里面 他们发现了发明了一种很好的办法叫倒格子 把这个xy取个倒数得到另外一个方程式 这个方程式呢 操作起来比较方便 纯粹是一个数学上的游戏 只不过我们用这个方程式 比用正规的那个表述晶体的那个方程式 数学上处理起来方便 但是你不要忘记 这两个东西在数学上是完全等效的 而倒格子 你用倒格子的xy画出那个晶体坐标 假如是岩的话 我们正常情况下岩应该是个正方体 用倒格子画出来可能是个菱形 那么这个世界上这个岩到底是以菱形存在的 还是以正方体存在的呢 我们眼睛都看到岩是正方体 那么这个菱形其实跟数学上跟那个正方体的岩是 本质上在数学上是完全等效的 从上帝的角度来说 它们完全是一样的 我们说说吧 如果说 柏拉图的这个洞穴里面 我们看到的影子 虽然是影子 它所包含的信息 跟我们人的信息是完全一样的话 跟我们柏拉图所说的 柏拉图可能没想到这点啊 我们看到影子所包含的信息 跟我们的信息完全是信息量相等的话 那么我们看到的影子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 所以说莱布尼茨提出的实体 它所谓的实体 包含全部独立的实体 应该是一种单子 而我们现实世界是这个单子的 呈现在我们这个现实世界 那么单子是什么东西呢 单子是没有广延的 数学上没有维度存在 实际上从这个角度 单子就是原子 最不可分割的独立的存在 单子是没有窗口的 单子本身包含了全部属性 单子之间不能互相作用 我会解释的啊 单子又是镜子 一个单子反映着整个宇宙 假如所有的实体都相互联系 那就意味着每个实体都代表着整个宇宙 既然单子之间不能相互作用 怎么单子又包含整个宇宙呢 啊这个 一下子不能理解是吧 慢慢缓一缓 我继续讲啊 每个单子都是不同的 莱布尼兹又说了 有赤裸的单子 代表物质世界就是这种单子的反应 有动物的灵魂 具有知觉记忆的单子 动物的行为就是这种单子的反应 理性的灵魂 具有自我意识的单子 这就是人类的灵魂 灵魂就是一个单子 我们的人跟肉都是单子的反应 我们的人体跟我们的思想都是单子的反应 所以他又指出叫前定和谐 上帝创造了无限多个单子 每个单子都按照前定和谐发展 上帝不再干预 前定和谐解决了没有窗口和全宇宙的禁止问题 是斯比诺萨新生平行论的广义版本 理解了吧 斯比诺萨新生平行论只是两个 就是灵魂跟意识是平行发展的 我想打你 然后我拳头伸出来打你一拳 并不说因为我想打你所以我打你了 而是因为物质的世界跟意识的世界 一旦出现以后 它们是同步一起 顺着自然规律必然发展的 到这个时候 到这个时间点上 必然我会想到要打你 而必然从物质世界来说 必然我真的伸出拳头来打你了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它的单子 按照它的讲法 单子就是个真正的单子才是真正的实体 作为实体到包含有全部的信息 所以世界上没有两个单子是相同的 第一点 第二点 既然它包含了全部信息 它就不再需要跟别人发生作用了 不需要联系 因为我们讲了嘛 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 斯比诺萨里面就是意识跟物质是理解的 这两个实体 这两个实体一旦被创造以后 就顺着自然规律自己发展了 不会再发生作用了 所以单子就是无穷多个这样的东西 理解了吧 所以莱布尼茨哲学跟斯比诺萨哲学 真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第三个单子是镜子 为什么呢 这个就叫前定和谐 上帝创造了无穷 每个都按照前定 上帝创造这个和谐 每个单子都按照一个规律发展 就是说我想打你一拳 所以我拳头伸出来打你 如果这是两个单子 它两个单子就保持了这种和谐的发展 我就这么理解了 如果有哪位是专业学哲学的 觉得我这个理解不对啊 可以告诉我 我也可以继续学习 那么这样一说 很多人觉得这个单子这个东西 别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就是莱布尼茨那个时代 很多人也很难理解他这个单子到底是啥东西 我一讲量子理学 你们就大概就才能明白 莱布尼茨的单子到底是什么意思 宇宙是由无数没有维度和具有活力的点组成 每个点也都反映着其他所有的点 并和其他所有的点相和谐 这是单子的一个基本的意思 试想一下近代相对论的时空观和量子理学对于物质的关联 玻璃二相性只是一种通俗的描述 任何物质其实都散布在整个宇宙中的场 或者叫波式不是这样 下面这段话是波姆 波姆是个现代的物理学家 讲的关于什么叫场 正是时空中这种由点锁构成的世界的基本概念 在原则上所有的结构都必须被理解为普遍场中的形式 它是所有时空点的函数 如果学过量子理学 学过场 学过玻璃二相性 学过状态函数以后 你再回过头去想想 莱布尼兹所说的单子 我们这个宇宙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 莱布尼兹想的一点不错 莱布尼兹提前了两三百年想到了量子理学 当然他不是跟量子理学 他从哲学的角度想到了这种东西 能理解吗 不一定能理解是吧 那就不理解先听过要知道莱布尼兹有单子了 知道单子跟现在的量子理学是很接近的一种东西 就可以了 这就可以了 回去慢慢的研究 包括读好多书 回过头来我要告诉他 为什么 虽然你刚才其实也提出这个问题 研究这些东西意义何在 如果想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批物理学家 他们在中学和大学时代都受到过严格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教育 他们都知道莱布尼兹康德·黑格尔的理论 所以相对论和量子理学能够出现 你说还有什么奇怪的 明白了吧 这些人在相对论和量子理学出现之前 他们都已经研究过这些理论了 像莱布尼兹的这个相对时空观 跟那个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这个讨论啊 虽然我们看起来牛顿以后几百年时间里面 给牛顿一直占着优势 但是下面哲学讨论是一直存在的 德国的特别是为什么量子理学相对论 都是从德国出来的 德国那帮大学里面整天在跟大家讲这个莱布尼兹的哲学理论 虽然大学生啊有学渣有学霸 学渣只要考试几个把单子 我讲的几个单子有什么特点 老实说了啊单子没有窗口 单子反映整个宇宙背出来啊 那么他考试就及格了 学霸会去想这个问题的 当他们进入二十世纪以后 发现了这么多 要解决这么多物理学问题的时候 他们能够想到的是常 想到的是波动函数 这个都已经蕴藏在以前莱布尼兹的理论里面了 所以到二十世纪以后 首先像罗素这样的人 就量子理学刚出来的时候 大家一下子发现莱布尼兹有多厉害 这是二十世纪上半叶 二十世纪下半叶又对莱布尼兹佩服得不得了 为什么发明计算机了 计算机走进千家万户了 这时候回过头去看 莱布尼兹是符号逻辑的创始人 是莱布尼兹第一个创始人两进制 这时候我们才知道莱布尼兹 这时候把莱布尼兹和牛顿一比 才知道啊 莱布尼兹真的很厉害 这个东西牛顿 我刚才讲万户引力已经很厉害了 大家还记得 现在看看莱布尼兹有多厉害 关于这个问题 有兴趣什么时候 我可以再开一个专题讲这个单字理论 包括量子理学这些理论 量子理学里面的这些理论 关于量子理学有好多种 我稍微解释一下 好多种解释 最基本的解释是波动函数 就是波尔学派的 爱因斯坦最反感 爱因斯坦跟波尔吵了大半生 波尔学派认为一个最基本的观点 我们所看到的量子理学那种所谓的什么 又是波动性 又是粒子性 玻璃二线 或者不确定性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反映出世界真理的那个东西 叫做波动函数 那个东西就是一个物理量 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波动函数 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反应而已 这是一个量子理学目前也是主流的一种观点 当然量子理学还有很多别的解释 我就不想多说了 这个观点不能说是来自于莱布尼兹吧 至少跟莱布尼兹的单点理论是很接近的 可以这么说 先讲到这里吧 我再往后啊 接下去就是未积分的发明权之争 从今天莱布尼兹的手稿中分析 1675年莱布尼兹已经发明了未积分 但是明确发表是在1684年的一篇论文中 牛顿可能也已经早已发明了这个未积分 但是直到1693年才发表相关的论文 牛顿1703年起掌控伦敦皇家学会 他指责莱布尼兹在短暂访问英国 接触到他的一些朋友时窃取了他的想法 说他剽窃 那么这个世界很快演变成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数学界的相互攻击 英国所有的人都站在牛顿里面 欧洲大陆有一帮人 伯努利家族 大家知道应该很熟悉这个名字 伯努利 学高等数学啊 贯穿了高等数学里面好多公式 伯努利不是一个人 是一个家族 就是瑞士的一帮科学家 他们都有亲戚啊 伯努利家族就是莱布尼兹的坚定支持者 到1712年伦敦皇家学会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调查之时 结论是牛顿才是未积分的发明者 莱布尼兹是嫖缺了牛顿的成果 1712年皇家学会会长就是牛顿啊 莱布尼兹马上回击 因为牛顿此时实际掌控了皇家学会 委员会的成员全部是牛顿的亲信 实际情况比莱布尼兹想象的更糟 调查报告就是牛顿自己写的 这是我们今天知道的 所以莱布尼兹至死都不知道这篇调查报告是牛顿自己写的 还以为是牛顿指使那帮人写的 今天从牛顿和莱布尼兹两人留存的手稿来看 两人确实是独立发明了微积分 欧洲大陆的数学界一般支持莱布尼兹 并采用了莱布尼兹发明的微积分的符号 用这个拉长的S代表积分 用D代表微积分 这就是莱布尼兹发明的 微积分发明之争呢 影响了英国和欧洲大陆数学界的关系 实际上在微积分牛顿和莱布尼兹刚提出微积分的时候 又出现了一个数学大爆炸的情况 从微积分开始一下子解决了好多问题 那我这里顺便讲一讲 听我这个讲座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微积分到底怎么样一个东西 我觉得任何一个哪怕学文科的人 对这个东西还是要了解一下 微积分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不知道谁说的 如果没有人说过 那这句话就是我说的 这就是人类上一次取得最重要的工具是普鲁米修斯的火 第二次取得的这个可以跟普鲁米修斯的火相比拟的工具 就是微积分 微积分是个极其重要的东西 微积分决定了我们后面人类的这个发展 那么说句通俗的啊 就算你是学文科的 大学里面没有学过微积分 那么你 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啊 教小孩子的时候是不是遇到过这样一个问题 小学生做数学题目应用题的时候 家长一看这个题目排个方程马上就能解出来 有没有这个经历 但是你的孩子告诉你 我们还没教过方程 老师不允许用方程 你一定要想什么巧妙的方法 想什么古怪的方法把这个问题解出来 这时候很简单嘛 我排个方程就解出来了嘛 学了微积分以后 你就发现以前的各种各样的复杂的数学问题 微积分一下子就能帮你解决掉 那我们在座几位都学过微积分 大学里面刚学微积分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个感觉 发现以前中学里面这么多复杂的数学问题 有微积分插一个公式就过去了 这就是牛顿莱布尼茨厉害的地方 今天全世界都使用莱布尼茨所发明的符号 那么而微积分中最重要的这个定积分公式 还记得吧 这个公式 学的时候记得吧 所有的高等数学教科书上都称之为牛顿莱布尼茨公式 为了纪念他们两个人 把他们两个人的名字放在一起 那牛顿活着的时候绝对不允许 你们这个莱布尼茨和牛顿莱布尼茨公式 你们把这个公式命名为牛顿莱布尼茨公式 现在我们的所有的高等数学教科书上都这么写的 1714年 汉诺威选帝后当上了英国国王了 我讲过这个事情啊 此时莱布尼茨已经68岁 却仍然梦想着要写一些伟大的著作 两年以后176年 莱布尼茨去世了 莱布尼茨虽然已经是全欧洲著名的大学者 但他确实是仅有一个老仆人为他送葬 与此后牛顿在英国的地位形成鲜明的对比 如同过去一样 牛顿在莱布尼茨死后也没有忘记就丑 晚年的牛顿还在给别人信中说 我已经记碎了莱布尼茨的心 当然了 我们今天的所有的数学书上 用的微积分的符号都是这种符号 都是莱布尼茨的符号 牛顿的符号我也不知道怎么写了 要去考证了 大家都没有用牛顿的符号 那么这个应该说牛顿是没有想到的 牛顿没想到后面大家用的都是这种东西 牛顿又是荣誉 各种东西架在他身上 1705年牛顿被安女女王属于绝世绝位 1727年牛顿是去世了 整个英国为牛顿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牛顿被安葬在这个威斯敏斯特教堂内 威斯敏斯特教堂大家知道是英国国王加冕的地方 所以牛顿已经获得了这样高的地位 那么牛顿的墓今天是旅游景点 上面有一句诗叫做 英文是这么写的 中文是说 自然和自然法座隐藏在黑暗之中 上帝说让牛顿出世吧 于是一切就光明了 这是一个英国诗人写的 牛顿的墓今天是个旅游景点 大家可以去看的 在这个伦敦啊 那么顺便说说牛顿这个巨大的影响力 年轻的福尔泰在此时正在英国流亡 目睹了牛顿的葬礼 对福尔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福尔泰法国不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 福尔泰当时因为什么事情得罪了一些贵族 好像也是比较色情方面的 大概是设定哪个贵族的老婆 所以福尔泰就流亡到英国 在英国的时候他看到 英国人给科学家以这么隆重的一个规格的一个葬礼 这个福尔泰是感慨太深了 我们自古以来 无论是阿基米德 无论是阿亚哥白尼 无论是伽利略嘛 你看最后被软禁 泰普勒嘛是穷魂潦倒而死 你看我们法国的迪卡尔 迪卡尔都不敢回法国 迪卡尔跑到荷兰去研究 英国人给牛顿这么高的规格 再加上英国当时已经是强于法国 成为世界第一帝国了 这是有道理的 后来罗素说过一句话 你们可能读罗素那个 罗素有一本书叫《西方哲学史》 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到这个时候为止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相信物理学家的话 那么这个国家很快会被他的敌国所打败 罗素说的 现在也是这个情况 你要不相信物理学家 你这个国家完了 罗素1749年 罗素这个情妇叫沙特莱侯爵夫人 翻译出版了法文版的这个自然哲学院里 福尔泰本人在1745年出版了一本书 叫《牛顿哲学院里》 通过福尔泰 牛顿的科学和理性的思维呢 也成为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基础 这两个人 反正他情妇了 福尔泰跟那个法国人嘛 都比较浪漫嘛 这个沙特莱侯爵夫人 一听这个名字 她是沙特莱侯爵的夫人 但是法国是天主教国家 是不能离婚的 所以呢 当时有一种方法就是 我不想跟你住在一起了 于是两个人可以签一个离 就是啊 相当于独立生活的协议 你也别管我 我也不管你 那么这两个人 这个沙特莱侯爵夫人就分居了 也比较有钱 然后呢 她想跟哪个男人好都可以 没关系 但是就是不能离婚 因为天主教是不能离婚的嘛 哎呀这个女的很厉害 她能够把那个在哲学园里这么难的一本书 拉丁文的书翻译成法文 而福尔泰就跟着她学物理学学数学 福尔泰自己写了牛顿哲学原理 那么在福尔泰的这本书的封面一页上 画了这么一幅画 这幅画是影响深远 这下面是一个人 就是福尔泰自己在写这本书 上面是一个男神一个女神 这个男神就是牛顿 寓意是牛顿 这个女神就是沙特莱侯爵夫人 这个科学之光照在这个女神的这面镜子上 照到了福尔泰身书桌上 这个影响有多深远啊 好了 那么讲到这里 我这个整个文艺复兴讲座结束了 今天是最后一讲了 那么关于科学革命 我觉得有一些问题 放到一个更大的环境下去想 一个问题 我稍微提一下 科学革命是必然还是偶然的 文明发展是不是会必然采取科学革命 地球上如果从来没有欧洲 从来没有古希腊 别的文明能不能发展出科学革命来 能不能知道惯性定律 能不能知道万语盈利定律 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 所以呢 提出四种概念 首先 生物 智慧生物 文明 科技文明 什么叫生物 细菌也是生物 动物植物都是生物 然后产生一种有智慧的生物 会聪明的 会思考问题的生物 就是我们人类 然后呢 智慧的生物产生文明 有社会 有组织能够不断进步的一个文明 那么在有文明的情况下 又产生一种科技文明 这四个东西 这四种概念都有一项问题 第一 如何定义 你如何定义生物啊 很难定义吧 你如何定义文明 这也很难 我只能讲四个大级的概念 然后这四个东西是否必然发生 或者是普遍存在的 是不是这样 生物是不是普遍存在的 别的形象有没有 我们都不知道 是个很奇怪的问题 如果有生物的话 那也不代表智慧生物是普遍的 哪怕智慧生物是普遍的 也不代表文明是普遍的 哪怕文明是普遍的 也不代表科技文明是普遍的 我没说错吧 那么我们怎么找到外星人这个问题 回答上来 如果让外星人找到我们 那代表科技文明都是普遍的 我们今天往往讲一个话 就是我们的科技很发达了 去找外星人 或者外星人找到我们 科技比我们还发达 问题是世界上为什么会有科技文明这个概念 如果都是像没有欧洲的科学革命 一直是中国是一个王朝接着一个王朝 印度也是一会来个什么国家 一会来埃及怎么发展 发展来发展去 它也不会有科学的呀 它也不会知道宇宙飞船的呀 那你是不是有 假如说地球上没有别的文明 就中国 一个王朝灭亡再来一个王朝 一个王朝灭亡再来一个王朝 是不是要经历好多 再过多少个王朝以后 中国也突然之间会发现蛮有引力定律呀 会不会呀 你们觉得 我不知道呀 如果不会的话 就意味着这个星球上的这个文明 永远在这个星球上 它不会发射宇宙飞船的 不会去寻找别的外星人的 是不是这样 那么假如说文明 外星人到宇宙中到处都是有外星文明 但不代表科技文明是普遍的 也许他们永远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他们在他们的星球上 他们根本不会去理解科学的 那么我们人类现在发展到这个程度 有一定的科学基础 只能这样说 所以这个问题啊 就是为什么把这个问题 我这个问题其实要比那种马克思的那种什么历史唯物主义 这个问题大得多啊 这个问题大得多啊 这个是个很严肃的问题 我现在没有结论 我觉得完全可以用莱布尼茨的那种哲学方法来思考这些问题 你看莱布尼茨纯粹用哲学方法 就能够知道绝对时空是不应该的 就能够得出这种很多这种单子论 类似于量子力学的这种单子论 对吧 好 那么我现在就宇宙中的生物或者智慧生物 或者文明或者拥有科技的文明是否是普遍的 这个问题 人类是否是特殊的 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 人类是不是特殊的 如果人类是特殊的 那么上帝啊神啊这些观念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了 我就不讨论 不隐身下去了啊 西方的科学革命 接下去让西方走上了工业革命的道路 那么这是可能我这边没有怎么讲 牛顿的这套东西 万有引力定律虽然看上去是在天上的 但是牛顿的三定律 加上静力学 加上动力学 加上各种的科学方法促成了 很快促成了让英国法国这样的国家 迅速的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科学有多重要 好了 那么最后我就作为这个讲座的最后吧 稍微总结一下啊 我整个这个文艺复兴讲座讲了三年有了嘛 两年多啊 我也很累啊 花了好多精力 网上一直有人催更 那么首先我回顾一下 我把整个文艺复兴是分成这么一个系列来讲 首先是讲欧洲的文明的复兴 欧洲出现了一些思想家 托马斯、阿奎纳、淡定、伯加丘、比德拉克这些伟大的思想家 然后我主要讲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和佛罗伦萨的历史 佛罗伦萨这个国家怎么成立这样一个共和国的啊 这个共和国怎么维持了它这个很不容易的维持了250年的这个民主政治 我以前讲过 那么佛罗伦萨是一个精英民主社会 在这个社会里面 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掌握了国家的政权 让佛罗伦萨一下子成为一个文化积极发达的一个城市 也就是在这250年里面 那么所谓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或者佛罗伦萨的这个 主要是以佛罗伦萨为主了 产生了一大批历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 还有就是大大有名的一批艺术家 那么佛罗伦萨的艺术水准 我以前讲过 像拉斐尔这些人画的画基本上是 比如说人类能够创造的这个图画的这个水准里面 已经很难超越了 那以后的画家都是换一种风格而已 要能够超越拉斐尔、米盖朗俱乐 我觉得已经是很难了 讲完佛罗伦萨讲完意大利 我就讲大航海时代 人类怎么开拓出去 哥伦布啊、拉加玛这批人的历史 然后我就讲了 接下去讲了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这些国家 怎么像中国的春秋列国一样 怎么打到最后 最后主要是变成英国、法国 变成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了 然后又讲科学革命 回顾了一下古希腊的科学 讲一下欧洲中世纪的科学 那么这个观点我现在始终认为是坚持的 就是欧洲的科学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我之前讲过的 我们看到的伽利略、哥伯尼很多想法 实际上在几百年前在欧洲中世纪的时候 已经有这样的想法了 这点是也是二十世纪以后人家才发现的 哥伯尼不是一个革命性的人物 已经有人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了 很多东西已经有先前了 包括伽利略的很多想法 包括惯性定律 实际上在伽利略以前两三百年已经有学者 已经有一批人已经有这样的思想了 那么只不过在伽利略造就了一个 在整个社会上造就了一个科学运动 科学革命 然后一直讲到纽德·莱布尼兹 那么可以说科学革命达到了一个高潮 可以说从此以后人类就进入了我们这个科学的时代 就这样